NEO Life中醫診所 優秀專業的醫療團隊 優雅潔淨的就醫環境 參加分鎖分別位於Milpeters、Redwood City和St.Matteo 我們將結成為您服務 為您的健康、保駕、護航 大家好 我是灣區NEO Life中醫診所的汪洪江中醫師 我從事中醫臨床工作近20年 總結出了一套治療疑難雜病的有效方法 治癒了數萬病人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失眠症的中醫療法 首先我先介紹一個典型的病例 有位失眠一年多的女患者 她自述身體一直不錯 在一年前因為工作原因與同志產生了矛盾 而後又因為疫情導致失業 因此 常感覺壓力很大 焦慮 還有失眠 現在還伴有胸穴障悶 食慾下降 精神不振 近幾個月 失眠越來越嚴重 晚上入睡特別困難 即使入睡了 半月醒來後 難以再次入睡 在床上轉轉反側 苦不堪言 也曾看過西醫 服用過褪黑素 但療效不太理想 經朋友介紹來我們診所 我為她做了檢查 最終確診是乾於痞虛導致的失眠 我用針灸的五星針法 一目浮屠法 豬肝 禮氣 健脾 陽血安神 取精呢 選擇乾精 脾精和心精的穴位 大約治了六次 失眠的症狀明顯改善 半夜醒來 次數也減少到一次 然後呢 她平靜幾分鐘 可以再次入睡 但在早晨五點左右醒來後 就不能再次入睡 然後我又對她做了十次的治療 她說 可以整晚入睡 中間不會再醒來 而且食欲越來越好 胸血障悶的症狀消失了 精神狀態恢復得很好 後來她告訴我 她最近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她很高興 西醫與中醫對失眠症的治療是有區別的 西醫對失眠症患者一般會針對失眠的表面症狀 開一些安眠類的藥物 而中醫對失眠的治療 則會從失眠的表面症狀 找到失眠的真實的原因 治療的針對性更廣更強 中醫認為失眠只是表象 其本質是神不守心 引起原因有虛症也有實症 實症方面可以因為生氣 焦慮 思慮過度等不良情緒 可以導致心肝脾胃經的循環不常 經脉失癢 與火擾動心神而導致失眠 或者掩飾不當導致胃腸疾病 胃腸肌熱內擾心神 中醫稱為胃不合則臥不安 虛症方面可以因為氣血不足 心血不足 心肾不膠等導致心神失癢而失眠 中醫在治療方面針對實症引起的失眠 以清除實症因素引起的瘀火 或者胃腸肌熱疏通經絡解除不良情緒 安神安眠 對虛症引起的失眠呢 則以養心安神 滋補陰血 交通新生等方法 我們的五行針法 加上經絡穴位的推拿 還有科技中藥和傳統的拔罐的方法 對失眠焦慮症等疑難雜症 都有比較好的療效 在這裡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 預防和治療失眠的小妙招 第一 用我們手掌 掌心 對我們的頭頂部 擺繪處的穴位 輕輕地按摩三分鐘 我們手掌對的擺繪穴周圍 還有四層沖穴 可以幫助我們放鬆大腦神經 第二 我們可以用手掌 輕輕按摩頸整部 有一個安眠穴 安眠穴 顧名思義 可以幫助我們睡眠 可以幫助我們睡眠 然後第三個 我們可以用手指的拇指 按摩小臂的內關穴 大概在手腕上兩寸 這個位置 內關穴呢 具有養心安神的作用 如果每天晚上 我們針對這三個部位 進行按摩 一般每個穴位兩三分鐘 效果就很好了 好的 今天的節目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並請繼續留意我下一期的節目 腰部疼痛的中醫療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